本次災害防救演習及防評的主要目的 西江園分散與各部會之各類型演訓及業務督導 整合為完整的聯合演練評比工作 以全面提升各縣市災害緊急應變效能 各部會於演練及業務防評過程中所發現的缺失 除提供各縣市參考改進外 並因本於全責確實督導考核 要求所屬救災單位及縣市政府落實執行 在這次國道3號南下3.1公里處的走山事件 基隆市張同仁市長第一時間做了非常正確的許多的處置還有配合 那加上國軍都在第一時間就能夠參與承擔重任 然後我們交通部跟相關部會的同仁也都能夠立即的採取必要的這個作為 所以包括這個遇難者的家屬啊 他在電視上他就對著記者講他說這次整個走山事件的這個處理 我雖然是哀痛但是必須要講參與所有工作從政府的各階層的人員到第一線的工作 他要打100分整個來講基隆市在這次走山事件的處理當中 他同我們相關部會同國軍還有立刻做成這種交通上面的這種安排 我覺得是等於實質上很盡心而且非常成功的一個實質的演技 這個要講也很粉 Mus屆 那麼重 我是剛才OT 是 ,